最了解這個的美國公民 應該就是我們的川普總統 他真的是不斷的被攻擊 從他宣布參選2016的時候就開始 當他看到美國每況愈下 當然也不會必不吭聲 他發了推文說 不對不是推文 因為他的推特還在被封鎖當中 他在他創辦的平台True Social上面發文說 現在終於出來了吧 FBI就是在選前沒有調查 Hunter Biden的筆記型電腦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調查的話 川普就會輕鬆的贏得2020的總統大選 這個是龐大的選舉詐欺 以及干擾選舉 是世界上美國最骯髒的選舉 現在還能做什麼呢? 宣布真正贏得選舉的候選人 這個是最基本的解決方案 宣布2020選舉徹底無效 而且馬上辦一個新的選舉 這個非常棒 如果真的可行的話 這會讓我非常的開心 如果這個事情可以這麼簡單的解決的話 但是這個不太可能發生 現在不可能會突然宣布2020的選舉結果無效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宣布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確的事情 因為我也覺得2020的選舉不公平 發生的事情太多而且太扯了 太多非法而且不符合憲法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完全支持川普的說法 就算不可能發生 但是從現在開始 你會發現共和黨會開始要內戰了 大家會開始為了權力來互結長八 接下來幾個禮拜幾個月 一直到2024的總統選舉 我們會聽到很多共和黨的人叛變 他們會說什麼 川普講話就是這麼沒禮貌啊 太糟糕啊 太干擾美國的政治啊 川普已經過時了 太老了 我們要革新 我們要進步 很多共和黨的政客不喜歡川普 他們在2016的時候就不喜歡 所以我們到了2024 又會看到他們再鬧一次 那我覺得發這些東西是好的嗎? 像川普發這樣的推文是有意義的嗎? 不知道 某層面上他是在跟他的基層在喊話 川普在說的事情不是 我們現在就來重新選舉 然後再一次 他說的事情是 我們要注意 這是選舉詐欺啊 他們對我們做的事情是完全錯誤 而且很不OK 你要感到很憤怒才對 因為你們都被騙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也覺得 選舉日不應該變成選舉月 我也覺得 全面使用郵寄選票很不OK 我覺得把整個國家關閉 只因為一個小感冒很不應該 就算川普當時是同意這個決定的 而且是他 某層面上是他促成的 結果導致就是選舉可以大量的作弊 我覺得這東西都是真的 川普說的很對 絕大多數川普的支持者不會背叛川普 就跟我一樣 我2020的時候投給他 我現在還是會投給他 Ron DeSantis是不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是 Ted Cruz是不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是 當然是 他們兩個都是很有能力當很棒的總統 那有沒有其他共和黨的人 很適合做美國總統這個職位 當然有 我個人認為有很多 但是 我不會因為這個樣子 就覺得川普被比下去了 川普還是我這一生當中 最保守 最有能力的美國總統 因為他的關係 我們可以推翻 Rowe v. Wade 的判決 所以 如果他還想繼續當總統的話 我還是會投票給他 基本上 2024的時候 我絕對會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 除非是什麼 Liz Cheney 或者是 Mitt Romney 之類的 2024 我絕對會投票給共和黨 而且 我不會在那邊講什麼 川普不應該參選啊 參選對共和黨不好啊 依照目前的情況 真的 就是只有川普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野心 有這個慾望 會抽乾華盛頓的沼澤 而且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很多共和黨的人倒戈 很多共和黨的人會被誘惑 共和黨又會在為了 川普打一次內戰的概念 但是這就是共和黨 除了彼此互同 或者是跟左派妥協 沒什麼戰鬥能力的阿鬥 稍後 有一 Richtung 一 江 江 江 も 少 寇 一 五 五 五 九 至一 五 八 一 五 五 八 十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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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八 五 六 五 八 五 八 五 五 六 二 六 八 六 六 八 五 六 五 八 五 五 八 六 十 八 五 八 六 六